到哪里去找一个 老师听话真干的学生 能够用真诚心 清静心 恭敬心 向老师求法 没有啊 找不到啊 求法是大事啊 人生低等的大事啊 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社法界 这不是小事啊 佛家讲 善事社法 通通暴露 善事社法是自己 善事社法是业家了 那他叫什么 就叫瀑形 瀑形圆满就是福 就是如来 没有到圆满是菩萨 啊 妙心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跟普贤这两个字相应 那就是什么 他的境界 就是社方三世 一处没漏掉 啊 他的心 有十个纲理 叫普贤十元 啊 第一个是离境 所以 菩萨不修 普贤心 不能臣服 你被不了意 啊 最高的学位 拿不到 就离境 祝福 那祝福是谁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你能不离境吗 这个人毁谤我 这个人侮辱我 这个人欺负我 这个人害我 我还要离境他吗 有 啊 为什么 他本来也是福 他现在迷惑颠倒 迷失了自信 做这么多措施 啊 他将来还会称福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我们受的冤枉 受的这些灾难 无所谓 你真正晓得 这繁琐游象 皆是希望 灾难在面前 你快乐无比 你超越了 那知谱献行啊 啊 对任何 不但对人 对六道众生 对畜生 对蚊虫蚂蚁 对豺狼虎豹 对鬼道 对地狱 都是攻击 啊 为什么 知道 那些 有情众生 本来是福 将来 也会成福 啊 只是迷失自信之后 他造的畏业 造的活了 他堕落到这个地方去了 啊 那么由此可知 天堂地狱 是平等的 天堂 是小福报 你修的福报 太大了 到那去享福啊 是小福报 啊 第一是你造罪业太重了 就小罪业 啊 一个小福报 一个小罪业 自信里面 福报跟罪业都没有 啊 有罪业 不能成佛 有福报也不能成佛 啊 你到天堂 你到天堂去享福去 啊 自信是情敬的 一尘不然 啊 没有善悟 没有任务 是情敬的 没有分别 平等的 啊 没有迷惑 他是觉悟的 这是自信啊 啊 啊 所以佛法 不管是 宗门脚下 啊 八万四千法门 包括净土 同一个目标啊 鸣心尽心啊 都是向着这个方向 向这个目标 去迈进了 啊 怎么修呢 说 老师告诉我 看破 放下 这张家大师告诉我 我跟出家人见面 第一次 二十六岁 有朋友介绍我 认识张家大师 啊 我见了他人家 我就第一句话 向他请教 啊 方栋梅先生 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 佛法是高等 这些 啊 是人人应该 学习的 我说 有佛法里头 有没有 方法 让我们很快 就欺辱 我问这个问题 提出来之后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看了多久了 看了半个多钟点 啊 半个多钟点以后 说了一个 一句话 呦 哦 我等那么久啊 呦 把精神马上提醒 他又不是我了 啊 过了大概 七八分钟 告诉我 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为什么我一问的时候 都不答复我呢 十几年之后 我才恍然大悟 我们年轻 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 不跟你说话 跟你说话 没用处 啊 这个耳朵进 那个耳朵出去了 啊 看我半个钟点 说那修订 把心浮气躁 这个气躁 全部沉下去了 才给我讲 啊 讲一个有 我们精神又去 其实 那个动力又就起来了 哎呦 起波浪了 他又不说了 啊 等你第二次 再静下来 真正这样 心贫气火 要告诉你 这样告诉你 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所以现在 老师 找不到学生呢 到哪里去找一个 老师听话真干的学生 啊 能够用真诚心 清静心 恭敬心 向老师求法 没有啊 找不到啊 求法是大事啊 人生低等的大事啊 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是法界 这不是小事啊 啊 臣服做祖去了 啊 大魔祖师到中国来 啊 你看二祖像在求法 冬天啊 啊 大魔祖师在打住 啊 二祖在外面 站住 下雪 雪都到乞丐了 啊 大魔晓不晓晓晓晓的 看他的诚意 啊 是有那么的 有那么一点诚意 啊 就问他 你在雪里站这么久 这么辛苦 你活苦来 他在求法 那么求法是大事 你这种态度很不行啊 啊 那时候和尚身上都带戒道 他把戒道拔出来 把这手脖子自己砍下来 把一只手供养 大魔祖师 大魔祖师 大魔祖师看到这样子 啊 我连生命都不要了 我真来求法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 就是对看断的看 手看断之后 他总是反复啊 那还是疼痛啊 那没办法 只能忍耐忍耐啊 心不安啊 大魔祖师问他 你要求什么 我心不安 求祖师替我安心 所以他说 大魔祖师听到了 啊 手撑出来 你把心拿来 我听听看 那现在 搜大魔的像 都是搜这个像 你看大魔手 手撑住 他就 你拿心来 我听听看 那二祖这是 回光返照 去找我 找不到 心在哪里 回答一句 我密心了不可得 我找不到心在哪里 大魔祖师一句话提醒 鱼汝难心尽 我把你的心安好了 他就一下大悟 这个就大吃大悟 一搏就传给他了 所以这是大事 大事应援 这惩罚哪有那么草率 所以学生 阿妮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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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妮陀佛